大家好 在物業買賣的過程上 我相信大家遇過不少法律的難題 不過不要緊 我們很榮幸請了租組王律師 王律師每個禮拜都會答一條Q&A 大家就可以講好要識 大家好,我是王家衛律師 你們可以簡單稱呼我做租組 如果你們有任何法律疑問 可以簡單在我們下面留言 我會每個星期抽選一條為大家解答 第一集講抱意識 我們不如問一些基本事 我想問王律師 基本物業買賣流程應該怎樣 其實樓宇的買賣流程也不複雜 大致上我們可以說是分開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如果你看中一個心儀的單位 簡單來說可以去銀行做一個簡單的估值 以及如果是商鋪的話 可以去了解一下水電的措施 如果完成之後 心儀單位亦有滿意的話 第一步可以簽署一個臨時買賣合約 臨時買賣合約 臨時買賣合約多數都是地產代理草譽 裏面亦有提到錢銀如何支付 而第一部份支付是臨時買賣按金 即是一個簡單說的臨訂 會在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時支付 而第二部份是簽署正式合約時支付的大訂 我們稱為Furder Deposit 最後就是你成交時 便會有一個樓價尾數需要支付 而在臨時買賣合約裏面 一些重要條款都會寫下 或者一些附加條款都會寫齊 而完成簽署臨時買賣合約 亦交了臨時訂金時 便會交給雙方的律師樓去處理 而買賣雙方都會各自委託自己的律師樓 而兩邊律師樓便會正式大家一起 草擬這份正式買賣合約 通常時間是14天內去做 而買家方面便會委託自己的律師樓 去上去的律師樓去簽署和交大訂 而一般臨時的訂金和大訂 都加上10%的樓價 餘下的尾數只會在最後成交時支付 當然裏面亦都牽涉到離印費 即是印花稅 律師樓亦都幫你計算 亦都幫你支付 另外到如果簽署了正式合約 亦都交了大訂金給對方賣方的律師樓 之後便進入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是賣方律師樓便會給契約 是賣方律師樓認識和了解 而賣方律師樓看完契後 如果有些問題便會問對方的律師樓 如果圓滿作答的話 我們可以進行第三部份 例如草耳那份樓宇轉讓契約 如果中間亦都想申請按揭 在這個時間都非常適合 按揭那部份 可能需要銀行一至兩個月內去批核 銀行亦都會考慮價值 亦都可能會去現場去看看股值 所有東西 如果銀行都會批核 而那方面律師樓亦都會配合地 賣方律師樓便會草耳那份按揭契 而買家只需要一拼 就走上去賣方律師樓 簽署了按揭契和轉讓契約的時候 亦都支付餘下九成的尾數 便可以完成交易 當然了 中間律師樓會幫你做一些查冊 或者所有探討物業契約的問題 如果亦都完成滿意的話 我們亦都可以去地產度理會安排 最後去驗一驗樓 如果驗樓亦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便會在成交那天 將大訂最尾的尾數 以及樓契轉給賣方律師樓 便完成我們的手續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短片 麻煩大家Like、Share和留言給我 歡迎收看 請訂閱 留言 calendar 訂閱